王一博合作多位顶流出演悬疑剧 看清女配阵容 决角子 能被大多数认可的作品里面涉及的因素肯定是多方面的 例如参演这部作品的演员和剧本的质量 另外还有导演的实力 作品原著作者等等 都是能够影响作品质量的因素 说起王一博合作多位实力派演员出演的悬疑剧风起洛阳 从官宣开拍以来就备受关注 带给大家的震撼力也非常强大 虽然被认为是双男主作品 但其实在看完女配之后 反而更期待女配角们的表现了 从该剧的社交平台可以看出 网友的强烈反馈来看 这部剧当前的热度超高 可谓是魏波鲜火 风起洛阳是由王一博 黄轩 宋希领贤主演 宋毅特别出演的一部大型古装探案悬疑剧 该剧改编自作家马伯雍小说洛阳 主要讲述了唐朝五周时期 混迹于洛阳底层的不良副帅高炳竹黄轩氏 与未查清父亲被毒杀真相的百里洪一王一博士 以及世家出身的那位武思院宋希侍三人 在因缘际会之下 联手破获一起神都惊天奇案的惊险故事 风起洛阳于2019年播出的 同样改编自马伯雍高分古装悬疑剧长安十二时辰皆处于圣唐背景 但是不同之处在于前者长安十二时辰 处于唐玄宗时期 而后者风起洛阳 则处于比唐玄宗更早之前的武则天时期 该剧由王一博的参演 相信收视率不用愁了 毕竟有关他参与的一些作品 总能扯出非常多的话题 是大家茶余饭后的热议话题之一 他曾和赵丽颖合作主演的古装剧《有匪就是一个例子》 这部剧在热播时 多次冲上热搜榜 不仅掀起了大家追剧的狂潮 还被认为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黄轩的加盟 更是给还在观望的网友们上了一针强心剂 有了双重宝杖 他的实力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也被视为视圈内的顶流明星 接下来就是该剧涉及的几位女配角 实力也是相当出众 首先是宋希 有人曾经这样形容一个女明星 她是个在佩亚里就被开了光的姑娘 说什么都合理 做什么都得体 她的美丽 都是玄学 宋希的美的确很亮眼 她站在那里 你的眼神就会跟着现在哪里 如今正值暑期档 由她主演的两部电视剧作品 陌生的恋人和《心跳源计划》接连开播 在当下许多演员一年都没有一部作品的情况下 宋希连续两部大制作剧集罢评 足见她的人气和热度有多高 此次宋希合作王一博黄轩出演这部剧 给大家带来了无比的期待 她的戏除了眼神戏十分抓人 表情戏也很丰富 凭借青春靓丽的外形和高超的舞技 不仅得到许多导演的邀请 也是综艺节目上的常客 期待她在剧中的精彩表现吧 另外一位女配是宋毅 关于她的演戏风格一直都是大家讨论的话题 2010年她凭借李少红版的《红楼梦》 相邻一脚走入大家的视线 但从那之后 她出演的作品都没能掀起浪花 直到2015年 宋毅凭借伪装者于曼丽一脚踩火了一把 成了很多人心里的红玫瑰 最后为保护明台而死的那场戏 又是多少人心里的一男评 其实大家对她的评价都很好 即便将她放到角落里 也是很难被忽视的一位女演员 相信这次合作众多实力派演员 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精彩表现 选角优秀 剧本精彩 配角还都是实力派 这样的一部剧可以说是绝绝子了 熬夜必追款 接下来 好